今天我决定呢,在永岛这里呢,再待多一个晚上啦,因为我发现呢,这个永岛这一个小镇呢,它感觉上是蛮多东西看的,那我今天住的是这间Tomorrow Hostel啦,那我要住多一间庆里呢,它其中一个原因呢,是因为我的这个Power Bank的店吼,它好像很快去用完了, 我觉得我的Cable是有问题了啦,所以今天呢,是要来充电一下,现在要先去Check in 我的这个清理啦,那我现在呢,是办理好我的这个Check in 手续啦,我的脚车呢,先放在外面, 这位阿姨呢,她就要带我去我的房间啦,这个呢,感觉上是一个住家来的咧。 我发现到我在越南,很多住家都拿来改成这个民宿,然后呢,它的价格呢,都是蛮便宜的。 那我觉得呢,接下来呢,我应该会很常住这个清理啦。 OK,No.2,OK,Thank you。 OK,然后,这个是它的锁匙。 Locker。 OK,Thank you。 这个呢,这个呢,就是我的床位啦。 一个晚上呢,大概是20令吉啦。 给你们去看一下它的冲凉房。 洗手间呢,是在这里啦。 这样一间,有这个花洒,有马桶,该有的都有啦。 但是,它是没有热水啦。 现在呢,我要先冲个凉,然后要在这里休息一下。 晚上才出去走走啦。